政局人員前往多家手搖 茶飲冰果店突擊抽菸飲品 以及冰皮的衛生 發現其中有九件長桿 軍科超標 就怕食安問題持續擴大 因為新封冰店爆出了食安疑慮 截至十八號 已經有四十四人因症就醫 而同樣是受害者之一的黃小姐 就在臉書發文 表示自己吃冰之後 吐到出血 不停跑廁所 甚至是高燒不退 全身發冷 身心煎熬 不過後續衛生局致電來關心的時候 卻請他撤掉文章 讓他不滿 質疑是想要改牌嗎 不過衛生局對此火速成心 冰封爆炎燒至今造成多人出現腸胃不適 最嚴重的甚至出現血變的狀況 民眾將自己身體不適的情形貼上網 卻衍生成山紋風波遭質疑做法不當 不過衛生局強調 吐血是重症的指標之一 且為沙門市感染非典型症狀 將會針對個案持續關懷 並釐清是否為同一個感染源 華時新聞消息簡易臨高雄報導